台湾杀人案疑犯臣同佳明天出狱 台湾东局说已经致咸同志电特区政府 要求港方尽快同意台湾派人来香港 批诫臣同佳到台湾 以及提供认罪书、口供等证据 有马胜静在台北报导 台湾的陆委会、内政部、法务部、艾满开记者会 改变不即时接收臣同佳的立场 说下午已经致咸特区政府 说台湾希望派人去香港 要求港方同意他们带走陈同佳 和相关证据 包括认罪书和后宫等等 陈贤明天就从狱中释放 那么我们彰显我们的司法管辖权 当然我们对他极有可能 逍遥法外这个事情 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理 我们等到最后一刻了 那么如果说港府仍然没有要审理的意思 也非常的明确 那么加上昨天保安局的韩文 也清楚的说他们不会来审理 那是香港不审 我们来审 那我们就要彰显我们的司法管辖权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希望港府 你应该来协助我们 台湾当局多次强调 不想被重案疑犯获释之后 逍遥法外 那是不是陈同佳一出狱 就即时派人去香港带他走呢 他们说要看香港怎么做 内词最问 为什么陈同佳自愿去台湾投案 港府协助提交证据就不行 陆委会只是说 因为港府没有说明用什么方式 将陈同佳连同证据送回台湾 他们又说陈同佳已经被管辞入境 无论是落地签证 或网上申请入境都不行 一般来说上不到飞机来台湾 有线电视记者 马车请台北报导